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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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他说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方法 他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考察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 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的方法 什么叫自然科学的方法 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辩证法 也就是说和它的总体性方法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有两个特点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把事实 对事实进行一种孤立和抽象 孤立和抽象 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当中 他说科学都是借助于观察 他抽象和实验提取纯粹的事实 并且把它们放到相关的内容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在自然科学 比方说做实验的时候 我首先什么 把这个从一个联系当中 在这个联系当中啊 把这个事实阶段把它抽象出来 看出是一个纯粹的事实 纯粹的事实 然后呢对他进行专门的研究 所以这样呢他就是什么 他强调是一个纯粹的事实 就是把它和他的背景切开了 那么这是一种科学的这样一个抽象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既然这个事实啊 他被抽象出来了什么 我就是以他的研究为前提 我就认可他已经存在了 我不能对这个事实进行怀疑 就像这个物理学家一样的 物理学家在进行研究的时候 什么 他首先要肯定啊 这个物质世界是存在的 如果他对物质世界都怀疑了 物质世界本身就怀疑了 这个哲学 这个科学没办法去研究 肯定是没办法研究 比方说他要是研究原子 他说我去研究原子的时候 我手下肯定什么 原子是存在的 原子是存在的 一定不能怀疑他 就是他建立在什么 你这个事实就是存在的这个基础上 是不用动摇的 如果你这个动摇了以后 你就没办法 那个动摇这个事实前提是什么 是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哲学常常是对这个 这个物理学家各种这个科学啊 它之间的这样一个 前提性问题的这样一个 批判性的这样一个思考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 物理学革命 其实是哲学的革命 就是说他是以哲学的革命为先导的 没有哲学的变革 没有这个哲学码盒 对以前的物理学家的 作为一个前提的这样一个原则 进行这个批判 进行怀疑和批判的话 没有这个物理学的革命 没有物理学的革命 所以他实际上是什么 以推翻他的这个前提而 导致了物理学革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自然科学方法和这个辨认法的和哲学 也就是科学和哲学方法的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作为自然的科学方法呢 他都是什么 把这个事实看作一个既定的存在 而不是把它放到发展和这个过程当中加以考察 所以那个卢卡奇就认为 这个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啊 他的错误 他的方法认的根本错误呢 就是用这样一个自然科学的方法 来考察经济现象 把经济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当中抽象出来 孤立起来 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事实来进行研究 而没有啊看到经济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的总体 就是经济啊 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纯的一个经济过程 不是一个固定的 而是什么 它是一个历史的整体 历史的整体 所以呢 它就说作为对这个资产阶 资本主义这个 呃 我们都一起起来 事实和解释统一起来 事实和解释统一起来 就是说当我们讲任何一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再指出任何一个事实的时候 这个事实啊 就已经包含着解释了 已经包含解释 就说任何事实啊 它都不可能是没有主观的解释 比方说自然科学的方法 我抽象什么 不抽象什么 就说哪些内容我需要抽象 哪些内容不需要抽象 那么这个什么呢 盧卡奇说 当你觉得应该抽象这个方面 而不是那个方面的时候 就已经包含着你对这个事实的理解了 就已经包含你对这个事实的理解 而不是说有一种什么 纯粹的事实 纯粹的事实 就说任何一个事实 当你指出这个事实是什么的时候 就已经包含了主体对这个事实的解释 包含了对这个事实的解释 所以说任何事实 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 社会历史产物 在这个历史之前是没有事实存在的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先定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没有一个非历史的这样一个事实 任何事实都是什么 都包含了一种总体 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 这个事实一个现成的这样一个客观的现象 同时包含了什么 你主体对这个事实本身的这样一个观点 一个观点 你任何事实 哪怕你说 我说原子是存在的 那么也包含什么 我对原子的一个理解 对物理世界的理解 如果我说原子世界是原子已经消失了 是吧 说唯物主义的基础没有了 消失了 那么这个也包含你 当你指出这个事实的时候 也包含了你对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理解 所以任何一个事实的理解 它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历史的包含着解释的 所以当它把事实和解释联系在一起 就是要强调任何事实都是解释的时候 那么它所认证的是什么 就是说事实啊 本身是历史的 事实本身是历史的 这就是对事实的一个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规定 这样一个规定 那么从对事实和这个事实的历史主义规定出发呢 卢卡奇就认为 把历史的事实啊 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什么 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所以它不仅仅是什么 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啊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不是孤立的现象 而是和它的什么 一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它对这个事实的这样一个解释 总体性范畴的一个解释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和它讨论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一致的 是吧 是一致的 都是强调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讲的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任何一个理论和实践 都要有相应的实践和它相联系 强调它们之间的一个内在联系 也就是说 反对对任何的这样一个现象 作为一个任意的抽象 你的理论不能是抽象的 你的实践也不能是抽象的 你经济也不能是抽象的 它一定都在什么 一个社会形态里面 社会形态里面 所以这个时期的这样一个哲学 它是受了什么 有机整体方法的一个强烈的影响 强烈的影响 所以强调什么 任何一种内容 任何一个内容 它都是具体的 都是和它的特定的历史条件 是相联系的 事实是如此 思想意识的东西也是如此 也就是如此 这就是它所说的什么 具体的特定的这样一个含义 具体的特定的含义 也就是说马斯的历史辩证法 它不是一种任意的抽象 任何一种抽象是什么 都是十分具体的特定内容的 特定内容的这样一个形式 特定内容的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你任何一种理论 它都是包含着这样一个形式的 这个20世纪的哲学家 对这个问题的 他是特别的强调 为什么特别的强调呢 它包含是什么 对一种这个时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根本的理解 就是说对你是什么样的哲学家 是什么样的哲学家的一种理解 就是这个哲学家 我们说有两种 有两种我们讲的 一种是什么 对先前的理论进行一种散词 对先前已有的理论 我做一种散词 我是把它介绍出来 那么还有一种 它的理论的创造 是从它的实践里面抽象出来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那种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原创性的思想家 那么这样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呢 它往往强调它的理论和它的实践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苏联就是包括这个布哈林 他们布哈林在讲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念灵的这个哲学的时候 特别强调这一点 它的念灵哲学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俄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实践提升为理论 而不是什么 从一个既有的理论为前提作为出发点 作为出发点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就是在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 也是深有感受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瞿秋百和这个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理论 进行以一种对比研究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瞿秋百 它也分析这个中国的农民问题 中国的农民问题 中国的这样一个产业状况 都做了分析 但是它的理论从哪来的呢 它的理论是从苏联列宁的新基金政策 就是说从苏联的这样一个理论来的 因为这个列宁呢 在这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里面 因为他这个瞿秋百当时到这个苏联去了 也只有23岁 23岁是一个很年轻的 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也不熟悉 所以他对这个苏联的哲学里面呢 他没有分析 不知道普利亚塔罗夫列宁啊 斯大林他们之间有什么 什么这个思想关联 他认为都是一起的 都叫苏联哲学 他能够接受什么 他就接受什么 然后他在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呢 他很大程度上 因为这个二十年代那个时候啊 苏联二三十年代正式兴起这个 列宁思想的这样一个研究啊 那么他接受了这样一个思想 接受这个思想的时候 列宁其中有很多的思想 比方说对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 这样一个俄国 他这个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样一个道路的特殊分析啊 特殊道路的这样一个分析 呃 包含在这个农民 就是说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 是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然后进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就是说对这样一个思想的分析 他受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他就用这样一个 列宁的这样一个理论啊 来分析中国啊 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说中国呢 因为中国也面临的是一个农民的问题嘛 这个一个农民 农业国家啊 也面临问题 那么他就分析中国的农民状况 分析中国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这样一个产业功能的状况 就是他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这样一些分析 你可以看出来 他就是把这个苏联的这样一个理论 虽然他也参加了这个东西文化论战 但是他是运用这个理论啊 来进行对这个中国问题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毛泽东也是分析农民问题 那么你在读这两个著作的时候 你就发现什么 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理论啊 他不是从苏联啊 用这个列宁的东西啊 来分析那个 而就从中国的这个农民的状况 就是说这样一个实际的调查当中啊 把它提升出来的 提升出来的 所以他们的两个理论路向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用现成的理论分析实践 一个是从实践 把中国的实践提升为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这个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这个道路问题 就是不能走这个城市发展的 这样一个这个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 必须什么 以农村包围城市 所以他得出结论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什么呢 讲的这样一个理论创造 所谓 我是用这个例子啊 来讲什么呢 为什么卢卡奇强调 就是说历史辩证法不是内意的抽象 而是有着具体的特定的内容和形式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的理论啊 一定是从你的实践抽象起来 这才是你原创性的 原创性的 如果你是用其他的理论来分析实践 它一定是身半硬套的 这是一种抽象 所以卢卡奇在这讲 我们说同样是讨论这个理论和现实的问题 讨论理论的具体性问题 那么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表达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理论啊 它作为具有历史主义特点的这样一个理论 说具有历史主义特点的理论 不是从另外一个理论到现实的分析 而刚好是什么 从你的现有的现实出发把它提升为理论 这是两个不同的录像 而在这个两个录像当中呢 卢卡奇强调的是后一个录像 也就是他所说的事实与解释关系 强调这个总体性方法 它的抽象和具体 就是说你的抽象不能是任意的 我不能随便拿一个什么理论家的思想 来套你的这个现实 而是说你的抽象必须是你对现有内容的一种抽象 哪怕你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 你也要什么 放到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去考察 而不能做任意的抽象 你资本主义在这个各个地区的这样一个发展是不一样的 它在不同的时代 从自由资本到这个垄断资本它是不一样的 这是从重向来看 那么从这个国度来看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态和在东方的形态表现形态 它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用一个资本主义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了 而是要对它做一个具体的分析一个准确的定位 这就是说什么 把资本主义现象上升为一种现实的认识 那么这样一个现实认识 它要求你这种抽象不是一个任意的 而是什么 你就是对具体问题的抽象 所以这个具体的总体 它说只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总体做的 这样一个具体总体的抽象 它才是什么 它才称之为现实 所以说它说的现实不是说什么没有人的主观 没有解释的一个任意的现象 我随便拿来的一个理论 不是那种自然科学方法已经抽象设定的对象 而是说什么 你只有在把这个事实放到解释当中 就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现象 并且对具体进行的一个抽象 当你把这个具体 你的抽象和具体是一致的时候 有着具体的内容的时候 那么你才能说你把握了现实 这就是现实 所以现实不是自然科学的现实 而是什么 而是一种历史的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一个历史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强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它强调 马克思它的辩证法 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 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又对资本主义社会 具有批判性 具有批判性 这种批判性是来自于哪儿呢 来自于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抽象 本身的抽象 就是说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 现实的这样一个抽象 所以从这样一个区分出发 就是说对这个资本主义现象出发 所以这个卢卡奇就认为了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 而不能把它理解为自然辩证法 所以应该把马克思 这个 所以他就把这个历史辩证法 和自然辩证法对立起来 从而也把马克思和恩克斯对立起来 他认为马克思呢 讲的是一个历史的辩证法 而恩克斯呢 是一个自然的辩证法 讲的是自然的辩证法 是一种实证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实证的辩证法 而这样一个实践辩证法呢 可以说是在苏联得到了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 也把自己和苏联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 也对立起来了 也对立起来 可以看起来他就说 这种理论的论识论的分析 首先是什么 把思维从思维方式上 他的主张上和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把它区分开来了 我们完全在两个不同的范式里面 讨论问题 你是从这个自然的辩证法里面来讨论 而我讲的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历史的辩证法 历史的辩证法 那么这是他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强调就是方法认的总体 首先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法 也就是说他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 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的这样一个区别 研究范式的区别 那么第二个呢 从研究范式的这样一个区别 强调历史辩证法 我们讲了 它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总体性的方法 总体性方法 而总体性方法讲的是主体的辩证法 那么这个主体的辩证法 它主要的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 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就是它表达了 就是作为主体的辩证法 它所表达的什么 人的意识的创造性 就是这个辩证法呢 它不是研究的这样一个规律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总体性方法 它一个什么 一个是它的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认识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 阶级的行动问题 如果前面讲的是 阶级的意识问题 认识问题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 如何把你的意识转化为行动 也就是说意志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意志的问题上呢 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什么 阶级意识的一个本体论问题 阶级意识的本体论问题 所以它讲的阶级意识 这样它对这个总体性方法的 第二个含义呢 就是说表达人的意识的创造性的问题 表达人的意识的创造性问题呢 也就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辩证法的这样一个问题 辩证法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它有一个对 唯乌辩证法的一个说明 对唯乌辩证法的说明 我们对这个唯乌辩证法的说明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定义 对它的这个定义 做一点分析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来 这个定义辩证法的 它说这个唯乌主义的辩证法 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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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它定义为革命的辩证法的时候 讲的是一个什么 观念转化为行动的问题 观念转化为行动问题 就是说我如何把观念 变成是一种行动 所以它强调它说 这个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对于理解唯乌辩证法的本质来说 还是还完全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也就是说 这个把马 把唯乌主义的辩证法 看作是一种革命辩证法 把它看作是意识转化为行动的 这样一个意识研究啊 是辩证法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本质的东西 它是比什么 比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认识更为重要的方面 也就是说整个辩证法的一个落脚点 作为它本质的这样一个规定 它说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在我们讨论辩证法之前 就必须要掌握这一定义 就是说你要讨论什么叫唯乌辩证法 理解什么叫唯乌辩证法 你就要讨论这个定义 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 它说这个问题 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不仅仅是马克思第一次批判黑格尔斯 所赋予的那种含义 理论已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此外还需要从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 这两个方面发现它的特征和定义 那就是说前面它首先第一个 就是理论掌握群众 就会变成这个物质力量 这是马克思啊 这是马克思在这个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演里面的一段名言 一段名言强调什么 强调这个意识形态 第一次把意识形态啊 就是强调这个哲学啊 应该包含意识形态 那么他就说除了这个含义以外 就说有这个阶级的这样一个行动含义以外 那么还需要什么 从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 这两个方面发现它的这样一个特征和定义 那也就说你还得要掌握 理论如何转变为群众 如何掌握群众的问题 不是说它可以自动掌握群众 而且要如何掌握群众的问题 所以你要必须要从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 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掌握群众的方法 这两个方面来定义它 它说正是它的这种特征和定义 才把理论也就是辩证法 转变成一个革命的手段 转化为革命的手段 这就说什么 方法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认识问题 还有一种方法要联究什么 实践如何可能的 我的实践是如何可能 就是我对把这个有了正确的理论 我要把这个理论变成实践 那么这样一个环节 这种实践的环节的这样一个方法 也是需要研究的 就是说如何使这个理论 转变成一种革命 变成这样一个革命 所以它说我们必须从方法 以及与其对象的关系中 抽象出理论的实际本质来 如果不这样做掌握群众 就会变成一种空话 就是你要把这个 它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东西掌握出来 这是什么 你要是研究这样一个 关系转化为实践 你就要什么 对阶级意识本身进行研究 我不能仅仅讲一个 哲学里的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要把什么 阶级意识要作为一个什么 哲学的范畴来进行研究 什么是阶级意识的问题 什么是阶级意识 这就是哈维自己啊 确定的这样一个对象 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掌握群众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掌握群众变成一句话 群众就会被完全不同的势力所控制 从而失去去寻找完全不同的目标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理论和群众的活动之间 就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它会使群众能够意识到 社会必然的和偶来行动的一种形式 而并不保证群众的意识 和他们行动之间 有一个真正的和必然的联系 就是说你怎么去把你的理论和行动 使这个群众去信仰你的理论 和你的理论保持一致 你就要研究什么 你从理论到群众的这样一个行动之间的 这样一个认识 你也必须要认识它 也必须要认识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当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就认述了什么 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区别 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